我們現在收聽不到有意思 我是賴靖賢 現在的年輕人 現在現代人用夢路越來越多 所以說現在的政治也會依靠網路來做很大的溝通 我想這個台北市算是先行者 近前有台大商圈 四大運吉祥物 四大運吉祥物 都用iVoting 最近這個社主黨也有一個iVoting 用網路來投票 來觀點說開發的方向 現在現場有好問的 也是這區的市議員 林世宗 突然說 越來越多人 也不像台北 我想iVoting也有一個趨勢 大家有人在想 到底這個 有要注意什麼會 這個趨勢的配套是什麼 請看 今天你怎麼看社主黨的開發 博德倫巴 田中平的大家好 我是屬於百頭區選手的市議員 林世宗 跟大家問好 來 這次的社主黨開發 他有一個iVoting 當然大家都在意 這個投票率是多少 對 是三三五 是 因為他是網路用的 是 你怎麼看這個三三五是官還是嫁 其實他在開放網路投票以外 他在社主黨設三個及四個投票所 設計的人也可以直接到設置島的投票所去投票 所以他是兩者並進的 這裡有戶口的人就可以去投 其實我們說去社主黨 市市島真正是我們台北市是一個BI的地方 也就是一個長期被遺棄的地方 等一下 社主黨大概是在台北什麼地方 還是怎麼被遺棄 社主黨就是你這個樹林區 你這個圓坪八樓 七段八段九段 他有一個三組型 左邊是淡水河 下邊是嫁人河 所以沿成一個三角錘把它框起來 三面環河 一面通完我們這個圓坪八段五段 所以回去來是被封閉的地方 所以實際上是一個萬壇的所在 你說是禁建嗎 因為這五十年來 台北市就都說他是因為他需要防洪 兩大年的防洪計劃 所以長期對社主黨實施 禁建 無法做人的改變 但是經過五人的指定 對黃台政府甚至 一直跟淡水斑 馬英九 杭隆斌 都無法改變 社主黨回去來 比如說他們這些力人指定 如果要選去就變選票 他要改變社主黨來求取選票 但是每次都說 不要做過 信心可以改變社主黨人 登記彼岸的名文 這社主黨的民典是住多少人 社主黨目前裡面有四千六百幾戶 但是有戶口的 中共這次的投票數是一萬四千四百七十八人 但是呢 住在社主黨裡面長期 有地 有房子沒有地的 有五千五千人 有所有人 住那裡的 像兩千三百幾人 所以說 當期有五千幾人 五千三百人 定義說 應該是土地在那 戶口在那 人不住那裡 所以是一個嚴重老化 而且真正是殘破不堪的地方 很多也已經都移出來了 很多有可能的都移出的 因為當期禁止 我阿公老這個地 沒辦法蓋 沒辦法改變 阿公幫我老婆 老婆又生幾個兒子 本來一百坪八人 有到一百坪二十人 董不住沒辦法蓋 就蓋為建 二十個 三十個 積作一盒 如果沒有人 就 熟熟就賣人 去外面做房子 去老酒 山林寶 買一間 幾十坪 整個大小 有一個依腕 因為現在這個社主黨 它開發出來 之前有些宣傳 像說 它有四個選項 本來三個 不過看這個第四個 當然沒有 你說 穩和社主黨 是 生態社主黨 這是買來算出的 對 還有我們的社主黨 是 當然說第四個就是 沒有你賣 還等五十年 不然說 沒收拾去 不要開發 這也有一個選項 以上皆非的意思 對啦 那結果贏的是這個 勝出是這個生態社主黨 是是 但是因為它這三層五裡面 它所謂的勝出啦 就是這個生態的社主黨來講 其實也是 他說這占百分之五十九點五六 定義要六十八啦 是 但是你基本投票率很低嘛 公信度上 實在是樣本數 是不足啦 不過這代表 等級 居民長期壓抑不開發 最基本的一個選擇的方向 那其實 柯文哲做這個I-Bot Team 我認為他信奉SOP流程 處處公開 這也沒有錯 就是要看 對什麼事情 你對一個這麼大方向的開發案 裡面有一兩萬人的居民 對台北市影響甚遠的地方 而且都是你選舉的承諾 你今天用這種方式 你們就非望鈴鐺的選擇 我覺得他有待商榷 其父 八萬的完工 你有督發局 有土開 有新工處 有種種各種 很有專業的人才 你為什麼要拿出三個方案 你把這三個方案 糾結做一個最精實的方案 然後傾聽民意 然後把開發的七成 然後責任歸屬 開發的歸屬 說得清清淘淘 市民英國也是支持你 大家也期待 社主党可以開放 社主党可以 他們苦守五十年 能夠翻轉 對的時勢可以交代 但是我覺得這是柯市府 確實是有待商榷的地方 所以說你的意思是說 他這個選項 當然這個以上皆非不要得了 就是說 溫和社主党可以 夾生態社主党 可以夾我們的社主党 你把最好的都集中起來 然後 取以府存精 對社主党的味道 就有色統的規格 然後跟市民 那些意見領袖 跟所有交易機關的團體 我們的代表 說清楚 讓人知道 原來政府也要把我們開發的過程中 我全力受到保障 我來未來也好 我社主党未來必須安排 我們近期 中期 長期 也必須安排 包括說 現在農機率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保障 我現在先見後差 我們後面要躲在那裡 現在把我們聽到 我們可以保障多少 我們要如何安置 中間你會跟我說清楚 我相信所有社主党 歡心鼓舞的感謝科比 不是現在對他怨聲帶道 不是嗎 你說這個問題 大的人聽起來很實在 你說我現在去 對 所以立正說 你現在跟我們說要不要好 我們就要不定分 你身份車就要把我們帶走 社會怎麼會這樣 對不對 你大廳要讓我們吃幾個 蒸餅後廳要跟我們女兒說得好 不是 你就叫兩個標形大 要跟我們女兒押走 叫我們董事 這跟強盜有何不同 這是一個形式要說明 要說清楚 對 現在現場有好問的是 第八次議員林世宗 他這個社主党是他的選區 是是 所以說 基本上在投票的時候 你們說有這麼多的請問 有人想要知道 他們到投票快截止五點以前 還是非常的疑惑 非常的恐慌 所以帶著疑問把艾伯廷做完 但是他們帶著坎坷的心情 現在眼睛筋筋 你看市政府要怎麼處理 如果這樣 因為現在艾伯廷已經做了 是 再來要怎樣 我認為 艾伯廷只是一個方向的思考 現在 你要跟原居民 就是五十幾人來 都要射出這些居民 做充分的溝通 我剛才有提到 農居立 安置 人和問題 要讓他們非常的了解 通常是 風雄定了 還有四個關卡要過 第一點 你風雄好之後 岐阜你要做 都市計劃 要整個受到疑民的動議 都市計劃以後 還要透過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如果好 這開始做防洪的價位 防洪價位 中央來進步合可以後 才開始趨斷徵收 所以還有四個關卡 卡住設置島的未來 也考驗科批政府 他們對開發 嚇到的真程度是如何 所以 在這四個過程當中 市府要很耐心很細心 請聽民意把 把這個 生態設置島不足的地方 把他補強 然後很明白的告訴 設置島的居民 跟台北市居民 我現在夏朱都開發 我兩年來能夠到 四年來能夠到 兩年來能夠到 我什麼時候可以 完成開發期程 現在被人家 詬病最多的是 以生態設置島 它的農機率是 百分之一百六 請問 現在中開發 夏朱都四五百公共 才要開發二百五十九公圈 為什麼它會勝出呢 因為它是 這三個選項裡面 開發面積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 三個爛蘋果 就學一個比較不爛的 但是這樣是不對的 可是這個議題聽起來 是生態 設置島長期以來 你只要把淡水和機動口 整治的像 任何 那個像 帝國 或是任何 威尼斯 任何 任何 漂亮的核域 那生態自然就應應而生 你如果沒有辦法整治 基隆淡水河 設置島永遠 離生態 差一步 很大步 但是沒關係 想到現在 好不要 萬五人 你在那裡 你要開發這個 台北市最後一個處理地 又是在 在 兩岸的交接口 你應該 四萬人 五萬人 以往居住的環境 不為過嘛 你用這個去俗課 你就知道 市民是有什麼 市民 再來你開發 想到他 台北市的地位 你國際的地位 能不能提升 那對 四字島對台北市 整個包括他的專案 住宅的消化 配合柯文哲也靜見 是不是能夠落實 這樣才就是 一個負責任素人執政 柯P的風格 不是現在 永恢的 永恢的 那人家活在疑慮當中 我覺得這個不對 民意代表 第一 是第一算 去接受到 人民的疑慮 我自己住的地方 開發之後 會變成怎樣 現在一邊 土地也很貴 會變成怎樣 是大家都會問的 所以說 不過這也有另外一個考慮 既然這麼重要 你為什麼不去投票 因為你投票 35% 標準有65% 沒有回答 這就是說 他在宣傳過程當中 第一點 雷聲大雨點小 再來就是說 你算命不夠清楚 譬如說 你三行的選項 包括精格的包裹 要怎麼處理 要保證的精神一度 這些市民 他們聽不清楚 他們要怎麼去做決定 只有三位候選人在那裡 說政権 我都聽不懂 我都不相信 我要去選項 我心情的一票 要回答這個候選人 何況 夏初都是 有關我們家 家族的 所有 畢生的 家當財產都在裡面 所以他們彷徨不安 這是身家 但是夏初都不能再等 再等了以後 甚至少 永無開發的機會 然後柯文哲 會變成一個什麼 騙票市長 現在 由林世宗議員來說 就是 市政府開出來的第四個選項 就是說 不開發 這個選項是不可以存在的 對居民來說 我回答你 你怎麼可以給我這個選項 不是 八十三點 一回答你 結果沒有賣了 你還等五十年 一點都不負責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網路投票 跟現實的一個落差 所以艾波甯 陳也 柯文哲陳也艾波甯 可能之後敗也艾波甯 為什麼 艾波甯他絕對不是萬靈丹 你升級SOP流程 這是未來科學的一種依據 但有一些市政的規劃 你要瞻前顧後 你要看這個 對人民的 增加家當 安居樂業 前二十年後二十年 未來二十年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審慎的思考 而且要以名譽為意貴 今天這麼多的名譽給他 難道你不要還先自行 我要傾聽名譽 傾聽名譽 不是在家裡 我都尊重市民你們投票的 不是這樣 你要說得讓人了解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指定 所以說 他剛才有說的結論 第一個結論是說 你給這三個選項 要很清楚 像我說運河下諸島 而且這三個既然 都不錯 生態小組織 我們的小組織 也結合在一起 成一個精華 可不可以三合一 對啊 不是很好 但是現在已經 初步的選項已經確定 那應該當成 積極開發的一個基本 然後廣納市民的疑慮 然後加入開發七成 然後給市民一個很清晰 開發的過程 然後跟他們做適度的功能 譬如我現在 要經過都市規劃 我投尾出來 讓大家願意 環評的時候 讓你們覺得 沒有餘力 黃紅也沒問題 安積樂也沒問題 然後開始去一段證書的時候 你的權利 那些醫護都對於保障 市民就說 你快把我開發 我可以 對我的驚離是一個 可以有一個交代 苦修五十年 沒有辦法 安心過三年 對不對 台北市還要苦修五十年 的地方 因為你們沒有去過 你們就出目精心 我去過 我去到那裡 已經離開台北的感覺 整個 比柬埔寨還不如 已經完全不太少 台北 林世宗議員 現在說的是 台北市社主導的開發 事實上 iVoting就是 當網路做宣傳 做一個政策的風向球 對 這也是日後的趨勢 對 為了看大家在想什麼 對 不過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說明不夠仔細 我認為 用iVoting 用網路宣傳 讓更多遠距離的人 能夠參與 這是很好的現狀 就是傾聽民意之一 但是一個大型的開發案 只能拿這個當參考 要回歸到跟當地真正接觸 深入了解去分析 然後再把所有的經費來源 全部都說明清楚 市府最後開發結果 能夠讓台北市得到什麼 那被開發的居民 全力以五能夠得到什麼 那整個台北市 因為設置到整體開發 因為iVoting網路的過程當中 它借重了多少理念在裡面 這樣把它三四項合在一起 才是真正的精神 也是符合網路iVoting 把結合就有現狀 一種新的結合 這個是應該 柯文哲師傅要去神聖思考的 對 網路雖然是虛擬 不過也能帶來很多意見 對 不過還要結合現狀 對 網路畢竟跟現實 有一點脫節 但是現實跟網路 如果能夠結合 再加上現狀的名義 我覺得三合一 總比用行為網路好很多吧 好 好 現在方問是林世宗議員 是 所以這次選舉之後 當然 這個投票率不如預期 剛才會說 這三三五 到底是高還是價 這種東西 因為 到目前為止 我們 沒有經驗值 沒有經驗值 所以你說信度是如何 在學術理論上 這樣子是達不到 比如說我們做民調 就達不到民調的信心水準 對 但是 畢竟 費了那麼大的勁 那也做了那麼的宣傳 那我覺得應該以這個 我在強調 以這個為基礎借鏡 然後 政府要宣示 加速開發 傾聽民意 真的是 柯市府應該要做的 就說 民意代表 你經常當那樣的服務 是 你覺得老市民 有一個比較想要創造 一個單頁的方向出來嗎 其實 小豬都等級去邊緣 去用邊緣的地區 那些所住在這裡面的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都是屬於弱勢族群 弱勢族群 現在 一頓溫飽 更加 那個 比較溫暖的家庭 他們現在連這個 我家要分在哪裡 我要分多少錢 我現在去哪裡 當時要把它蒸收 我有家住沒有家住 都不知道 所以他們的希望是很少 市政府現在 應該要發揮 現在開發小豬都的關心 讓這些弱勢的人 能夠 在心情上 心情上 得到 原來 柯P政府是要照顧我 我五年以後 我有一個新的房子 我的孫 讀書也沒問題 我在這大 百年 中老 我也沒問題 其實他們的心願是很少 但是我覺得 市府到目前 要不可以了解他們的心情 不要 我相信 生活是一個 有一個目標 一個旗程 是 既然多久 大家也有耐心等一 對 不過明確的 目標要出來 對 柯文哲已經在選項 信誓旦旦旦 給我機會 我現在已經把社主黨看法完成 他現在進入第二年了 現在連一個草案 才剛開始執行 他真的要加油 不然虧對 市市島 百分之八十三點七的居民 他真的無言以對 柯文哲給台北市 給社子島一個新的希望 但是柯文哲也不能再次招他 社子島的居民 他要說到做到 加速以 這是投票的基本 然後加速開發社島 以兌現他對市民的承諾 尤其是社子島的原居民 好 我們今天感謝林世宗議員 為這個iVoting 網路的投票 會真的實戰版 真的 真的用的 他的交互效益對市民是怎樣 做了一個很完整的說明 是 謝謝各位 感謝林世宗 謝謝各位 好 等一下回來